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震撇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疫 并经济反网报 好 今次我们就讲一下澳洲 又有些盲腸什么 盲腸什么 应该这次 有这个腸 赤子的风潮有起 牛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S字头的这家纸品厂的老板就说 对不起 由于 燃气价格上升 你知是 做纸业 他是很依赖天然气 已经上涨了近三倍 所以 而 赤子价格 一定要加 这个S字头 在色尼和墨尔本 都有 厂 因为 明年的这个 燃料成本价格 增加接近三倍 意味着 消费者面临 又一种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 所以 现在澳洲各大媒体就说 快点买吧 明年是涨了 你一敢说明天很多人去抢 很多人去抢 他们要预先让人知道 你一获过抢 我只可以这样跟你说 肯定会再涨高 S字头这家这么大的造纸厂 是与当地的 天然气供应商的合同 原来到今年年底就结束了 这家 公司即S字头这家纸品厂的老板 叫Steve Nicholson 尼高顺先生 他就说 知道新的合同 你要记住 是打了个discount 给那个电视框给你 都是比 现在的价格是高出 290.7% 即是差不多三倍了 他就说 那么贵呢 之后 天然气供应商就说 打了个大折头了 鬼咩我们天然气全部买出 外国的 我们 在全球来说 天然气 去年还是全球的供应第1 现在是美国 想不到天然气大国 结果天然气都这么贵 没办法 他肯定说 全球价格是差不多的 当然这位 S字头的 纸品生产商 他们也说 我们 是澳洲最大的刺纸和 纸巾生产商 对不起 记住了 我们 现在面临一个巨大挑战 尼高信先生就没有说明 这些天然气价格成本 究竟是多少钱 增加了多少钱 他就说 大概 多几百万 澳币 他说 我们也不想转价给消费者 但是 亦只可以这样做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承担这些成本 百分之三百的天然气 费用 只是当中的部分 各位消费者 我们还要聘请人 还有其他的物流 也是贵了 自从 20世纪50年代初二来 S字头的产品 一直都在澳洲生产 尼高信先生就说 他们公司 墨尔本很多员工 都已经做了二三十年 现在 真是一场 迫在眉睫的真正危机到来 我们看 10月份公布的首份财政预算 这是新政府 我们的财政部长 Jim Chambers 他也警告民众 要做好 价格上涨的准备 平均 你买的东西 高百分之二十左右 财政部就预计 全澳洲的 零售电价 就会上涨百分之二十 如果他将百分之二十 扣在全部 消费者身上 就百分之二十 到了2023到2024年财政年度 这个 上升幅度 可能是达到百分之三十 估计 其实 今个财政年度和下个财政年度 天然气 的零售价格 都会上升百分之二十 当然 电价 就直接对通胀造成 百分之零点五 到一个百分之的增长 9月份 我们的通胀 CPI当然 消费者 价格指数 CPI就是同比增长 百分之七点三 是三十年以来最高水平 但是 我想想 那些什么丸子的百分之二十多 怎样捱 土耳 土耳的百分之八十五点多 总算是匪夷所思的 匪夷所思 这个阿尔丹坤很厉害 如果供楼的人 多谢他 真是多谢他 要减息 阿尔丹坤经济学 很厉害 和世界主流经济学 是相反的 所以 令人很 担心 当然 除了 现在 新闻集团 其他的报纸 各位 消费者 都是要团 D货 但是你说团D货 有些人就像我 你张图 不是D 是Lock Lock Lock 哈哈哈哈 多厉害 这个应该有 你张图 我相信 你这个一匹是 16卷 这里起码有 6到7匹 应该 是 差不多100卷的纸巾 记得当时有个人拍得更厉害 那些枪都遮住了 不知道真是假的 香港当时 这个已经是次线 有更加次线 竟然 6粒 6粒 还在叛形 这个当时是世界第一笑话 不是开玩笑 除了有次纸危机之外 其实我们还有 能源价格 尤其是油价 油价也是17个星期来的新高 澳洲的燃油价格 每公升又上涨了3澳分 三线 达到17年来的最高值 好像 这个 墨尔本和帕斯 的油价 其实 我们看到 它们居然跌了一些 因为这些城市已经进入了 燃料周期的折扣阶段 意味着 这个折扣阶段过去了之后 就会再次上涨 一上涨就很厉害了 我们看看澳洲 石油协会的报告 看到上个星期全澳洲 91号 汽油的价格 就是 1.99澳币 即是2澳币 每公升 而柴油 就是和之前持平 就是 说得很厉害 每公升是2.35澳币 识利麦尔本 布里斯本 的平均燃油价格 91号 是 2澳币以上 澳洲最大银行的 首席经济学家 叫詹姆斯先生 他就说 哎 影响石油市场两大因素 11月升 硬肯定的 这个 国际产由各组织 欧佩克 加 去 减产 你就预错了 他由1号减产 现在 因为他有制口 到现在 升这个价 对吗 第一件事 两大因素是什么 第一 就是 美国的通胀数据 其实 没有预期那么好 第二 就是 他又赖了新 这个新冠 当然是指中国的 防疫措施 就说两样东西 叠加在一起 就可能 促进 这个 叫做大宗商品的价格 的变化 包括原油 的价格 其实为什么他不说 这个国际 产由各组织 减产 没有说 没有说 没有 搞错 其实我发现西方很多时候是淡化 这个 澳湖战争和有些人的淡化 挺牵心的 是的 与此同时 我们的财政部长说 有件事情 来自中国 也算是 这么多不好消息当中的好消息 记得 5加3 5加3 他说 中国对于新冠疫情防控的 小幅度放宽 其实对于澳洲来说是个好消息 他就说中国的 之前因为 风控 亦令到经济放缓 当然这是其中一个因素 我觉得就是 中国经济放缓对澳洲影响很大 你知道 没有人敢否认澳洲大宗商品的大客战就是 中国 那么 我们的财政部长也说 中国的小幅度 放宽的 新冠限制 可能有助于 澳洲的产品进入中国 不过他就说 我们 不会扮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因为中国的经济放缓 真的对于我们产生巨大影响 他和肖若如不同 不敢说脱钩 作为稳定的两个国家关系 对于 贸易来说 是有益的 这也是废话 难道 难道 打仗 搞得这么僵是有益 对贸易关系 另外我们国民银行的一份 调查也显示供应链问题慢慢放缓 但是大概四分之一的澳洲企业 是很难得到 适当时候的补货 其实 这个调查就是 显示供应链状况有所改变 但是 有一样东西 很高 除了楼园价格之外 就是劳动力成本很高 这个你又 控制不了 这么说 劳动力成本就没有人控制到 说真的 所以 所以 不是叫工作假期回来 但是机票很贵 老板 而且你之前这样对人 现在是出更多钱 请他们回来 没方法 但是 新冠会改变了很多人的思维 因为 以前我们不准出 也不准入 很多人 客怕了 觉得说回来你会有用这么极端的手段 有什么事 所以摩总 这么说 摩总 这样赶人家走 其实就不是那么好的 另外 澳洲国民银行 也都说 就业市场 很紧张 就推高了劳动成本 并且是推高了供应链的价格 投资澳洲的制造业 可以提高 依赖海外供应商的 企业的这个银成 但是你投资澳洲的制造业 那你人工有贵的 我当然 觉得你怎样都要有一些制造业 在澳洲本土 虽然全球的供应链 是在改善 但是 加拿大对本地制造设施的投资 带来很多机会 意味着 对 海外供应商的依赖 同时 通过有价值的 就业投资 可以刺激当地经济 帮你training 帮那些 人去增值 这些 有超过一半的澳洲企业 现在是避开澳洲的供应商 这样就保护他们公司 面受供应链的压力影响 我们贸易部长 Don Ferrell 他也说 多元化也是供应链 一个弹性的关键 也暗示 我们 都是要 找一些市场 而且多些 越多越好 但是 全世界都这么想 另外一只消息 说另外一件事 可能 就贵很多了 因为之前有网友问我 我现在塔斯密尼亚英图 这叫Cherry 是怎样呢 好对不起地我和大家说 今年是会出现 缺货的问题 聖诞就来了 但是 行业的消息 因为我们塔斯密尼亚有 专门种车来自的行业消息 因为我之前就是这个行业 看到一份 报告就说今年 聖诞节会照过 但是一些 节日 最爱的产品 可能出现 严重的短节 在生活成本危机和能源 那么贵之下 还有供应链的问题之下 新冠又 又重新来过 还有很多很多东西 对澳洲的聖诞 也是有冲击的 那这个聖诞 可能 车离子就很贵了 你要知道其实澳洲车离子是 内地的网友说 为什么澳洲车离子 比智利车离子那么多 我没吃过智利所以我没有发言权 哈哈我没吃过智利 因为我们这里产生的这些东西 就好像你问我 有没有吃过其他地方的鲍鱼 我真的没吃过 哈哈 我真的没吃过 那现在车离子 为什么这么严重呢 又是气候变化问题 哦 我们的车离子其实真的是 据我所知道也是 跟新西兰的车离子一样 都是这个世界上来说比较贵的车离子 那么今年的雨水 几乎 要么就多到水浸 要么就没有 那么极端之下 这些不是那么均匀的水份 令到所有的果树 和田 要么就被水浸住 要么就干确 那么极端 所以今年的收成就不多好 随着 拉尼那 现象在东部沿岸持续 那我们除了车离子之外 还有就是 新鲜水果 蔬菜 亦都是 可能比 往年是差一点的 收成 车离子当然 好像 我们 整个塔州 我儿子到今时今刻都是穿很多衣服 虽然 虽然我们塔州一向都是冷 但今年 一是就很冷 现在一直都很冷 天气很恶劣 塔州早前 还是有大洪水 塔州 作为塔斯麻利亚车离子 当然世界知名 今年应该多贵 如果你很喜欢车离子 可能要捱贵车离子 其他的 水果 蔬果都受到影响 还有一个 就是西人 一定要吃的 是什么 就是薯仔 薯仔也可能 减产一些 还有粟米 还有粟米 但是 有些还可以 因为我们昆士兰州 种芒果的地方还可以 之前就说疫情那么麻烦 现在 又有 极端天气 亦是人手不够 由于 现在的天气 是影响了 因为早前是 发大水 搞到 塔斯曼亚州的车离子 都挺麻烦 最受欢迎的圣诞水果就是他 价格可能 会升 十几个百分之 原因是什么 因为早前我们塔州 是发大水 潮湿的条件 是增加了车离子 裂开的可能性 你记住很容易裂开 车离子减产 当然 出口量也会减少 好像新南威士州 维多利亚州 和塔斯曼尼亚州 塔斯曼尼亚州 其实就占全澳洲车离子产量的81% 其实南澳也是有的 当然就以塔斯曼尼亚州的最贵 其实我是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做了一个品牌 因为我又是没吃过其他州的 哈哈 我不知道其他州的怎样 可能我们比较近南极 比较 扮演亦都懂得 搞 因为 我看到 香港那些 果欄的人都挺懂得销售的 塔斯曼尼亚州 说句老实话 风景如画 只要天气好 只要天气好就风景如画 还有就是人工有贵 应该今年 如果你很喜欢吃我们车离子 那就要 捱一捱贵的 捱一捱贵的 过口印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网友 下节再为大家分析其他的议题 拜拜